嗨 大家好 我是Money 你是我的前室友 我現在在前室友的家中華 看外面 很漂亮耶 不要管 就是在中華 等一下就要去吃肉圓 來中華就是一定要吃完所有的肉圓 你吃了完超過了 我盡量 前室友說中華的肉圓 有一間叫做白門口 它是一個很韌性的白門店 因為它跟它打開 跟它就不要打開 很奇怪 十天都要去白門口 堵一把 出發 看我前室友的背都流汗了 是 那就是很有名的白門口 對 然後 我現在是說 很韌性的 那就是 切一切 裡面有香菇 跟 軟 和肉 還有嗎 還有醬肉嗎 有啦 有 很香的 那個肉 五香分的味 哇 很Q耶 外面是切的 裡面加的下去 柔柔的 香味不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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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文明不如一吃 明天去吃吉他廳 看有什麼不感的 中華也是很熱的 走著走著 老怪 去逛逛文具店 這也太隱密了吧 終於找到了 現在去逛愛智文具店 因為我喜歡 我喜歡逛文具店 文具店有台語嗎 開始走 筆記本區 How's that 沒有 不知道嗎 你們最喜歡誰拆 不知道 用文字幕提供 很可愛 很可愛 風格都不一樣 香花 這就是我的前室友 范小姐的爸爸 介紹我吃的幸福的炒豆腐 吃了就要幸福了 這個紅色的就是紅柱 你看 然後 這個黑色的就是竹炭的口味 不錯 這個紅柱比較小的 要吃這個大柱 爆炸 大柱的比較好吃 外面比較脆 我介意裡面就是軟軟的 好像炸的臭乎 要做難吃還蠻難的吧 你在吃什麼東西 竹炭 有一種竹炭的臭乳 有特別特別的炒豆腐 這個裡面就是不太鬆 這個裡面就是很綿密 真的耶 跟這個圓邊的不一樣 好吃嗎 好吃啊 演練一下這個洞要怎麼用 塞進去 哦 哦 所以大家都是這樣吃 炒豆腐喔 我不知道 一定要搓一個口 我不知道 那後放那個泡菜裡面 不負責任發言 哈哈 接下來有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百元 等我去吃 後的禮拜大家繼續看下去喔 掰掰